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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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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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细心了 他们就是说你很喜欢吃肉 但是你不容易长胖 胖 你哪里胖 你这么瘦 所以你有什么 就是管理身材体重的小方法吗 或者是小秘诀 就是控制自己不要吃 但是仅限于拍戏的 就是拍完戏了 该吃就吃 然后自己吃得很开心 然后听说最近有一部戏叫做 刘金岁月是刚刚杀青 那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 然后慢慢的来适应直播间的节奏 好不好 那我有几个事情想要问问你 好不好 就是杀青之后 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 吃 我也猜到吃鸡翅 所以你喜欢吃鸡翅是那种 比如说油炸鸡翅还是可乐鸡翅 油炸 就是像那种麦当劳肯的鸡那种油炸鸡翅 我也喜欢吃 我今天中午还吃的那个 好第二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 用一句话形容 那个蒋南孙跟朱索索的关系 就是刘诗诗扮演的角色 跟你扮演的角色的关系 一辈子得这样一个闺蜜族语 所以也是会讲 就是两个女生的一个 就是友谊关系 就是一起 彼此相互成长 相互扶持 相互成长 相互扶持的一个关系 好 那第三个问题 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的你 你们团队是怎么回事 虐待你吗 你现在可以直接在 就是所有的那个粉丝面前 就跟他们说像你平时真的是 一直被延迟管理体重 他们真的不给你吃 也没有不给我吃了 但是会严格控制 会严格控制 但是平时是不控制的 就是主要是我拍戏 因为我刚杀青那个《流金岁月》 我在那边演了一个大美女 你演的每个角色都是大美女 我最怕演大美女 为什么 因为我不够美 真的 我是说真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或者说 怎么可能 我特别怕演这种 所以那个为了这部戏 要演一个美女 就稍微控制一下影视 我三十岁之后 就再也没有受到过 一百斤以下了 我是因为这个戏 再受回来 对 哇你受了多久 很快 其实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可以从 一百斤以上 受到一百斤以下 对 应该就是 应该是一百零五斤 一百点零五斤 然后减到九十五 九十九点五斤 对 好 哇 所以就真的当女演员 其实挺难的 对 要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一个身材 没关系 今天你知道吗 很多女生来我们直播间 都是疯狂吃 然后等一下所有东西都可以 我先帮你拆开 然后人家可以吃的 好不好 这个吃完了 你觉得不想吃 我们换下一个 那个糖也很好吃的 然后那个肉也很好吃 然后这个咖啡也还蛮好喝的 好不好 我感觉你们同性 应该会在对面 就想要杀我的眼神 然后再吃了 对 真的看起来好瘦 对不对 好 那下面一个 下一段旅程 你想要尝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下一部戏 你想要尝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说我 从我出道的第一部戏 就是演了民国吗 是 是精灵十三猜 对不对 我说我想 因为出道快十年了 好像就再也没有接过 类似这样的戏 就是偏民国一点点 年代一些的 除了我那个话剧 有一个民国的造型 是 我想说后面 在我还能够 做这样造型的年纪 再演一部这样的戏 哇 我们真的 大家应该会很期待 对不对 就十年之后 再看到 就是尼尼去出演民国时期 你知道那个 精灵十三猜里面 那旗袍的造型 多少人就是真的 疯狂的爱你 对就真的 我们这时候在电影院看 那个时候 我也真的是去电影院看了 这部戏 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发誓 那个时候我还读大学 那个时候我真的在读大学 我是真的 自己 我们自己去买票 我们很多同学 然后一起去看这部戏 然后在电影院哭 然后觉得 哇塞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生 然后把这个角色演得 这么的微妙微笑 而且很感人 你是90的吗 我是92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来下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你可不可以 告诉一下大家 你的就是体脂有多高 我没量过 你没量过体脂 但应该挺高的 我这儿肚子上全是肉 好吧 我觉得我不能再问女明星 就是关于体重的问题了 因为所有女明星都 只会不会觉得自己胖 是 是真的胖 但是没有啊 真的很瘦啊 是不是真的太瘦了 笑起来太漂亮 还是不要 对 那是你可以吃 没关系 我觉得今天可以大胆地吃起来 大胆吃起来 好了 所以接下来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放松下篮 要不要换道菜 换道菜 好吧 我们再吃一点 因为是怕你吃太辣 对 好 来我们换一个 谢谢 嗯 这个不要拿走 这个不要拿走 好 都放着 那我们开始第二个问题 呗 我们玩一个 就是挺 就是挺好玩的问题 叫做yes or no 就是你只能用yes 或者是no 来回答我家的问题 好不好 今天是你杀七后的第一个工作吗 yes yes 好荣幸啊 来 太浮夸了 这是真的很荣幸哦 因为你知道你的工作量应该是很大的 对不对 因为你平时要出现很多很多的活动 就包括去年的时候参加一个时尚先生的 那个网坏的时候 我有看到你 我记得就是有好几次 还有巴沙是演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来上台 对对对对对 我看着那个特别感动 真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当时你们是三个人吗 是是是 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你的讲述自己经历的那一part 我觉得特别正能量 是吗 谢谢谢谢 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你特别好 然后就说特别不容易吗 就是做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容易 包括每一份工作都不容易 你知道我就是我也体验了一下 就是就是就拍了一个小小小小的小广告 然后不是小广告 就是小片头 然后穿古装的那个衣服 哇我就觉得演员太不容易了 啊三十六七度 然后穿那么多层衣服 然后还要戴头套 然后还要戴那么长的头发 然后这里拍没有空调 就整个就是闷到里面 然后就流巨多的汗 然后为了一个镜头要拍无数遍 就真的太不容易 大家都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 就是在奋斗的事业 和自己在奋斗的工作 来给自己鼓掌好不好 真的不容易 大家所有人都辛苦了 所有人都辛苦了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的声音是不是比你想象中还要红亮 因为我 能用yes or no 然后再来那个 对 就是中间的那个 所以你看我的直播 也不会觉得我直播吵吗 我不会啊 啊 为什么 可能就听习惯了你的那个声音 所以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声音 啊 所以现场看也没有觉得我很吵 我都觉得你太累了 我还好 我还好真的 因为特别费嗓子 那这个费嗓子真的有点费 而且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记住这么多次的 而且这些产品你是怎么记住的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直播了很久就比较熟 就包括像你们就是演员 你们工作一直拍戏 你们走位啊 然后机器啊 灯光怎么看哪个镜头 那你之前就直播前会备课吗 当然啊 就是所有产品我们都会去 就是去选品啊 然后去了解它 然后去备它的资料啊 然后去研究它等等等等 对 所以我们会去做很多之前的一些工作 嗯 就跟你们看剧本是一样的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来说话就好 好 那下面一个哦 就是 呃 你现在还紧张吗 不紧张 不紧张了 所以就很放松了 好不好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主题吧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呃 就是你最近在微博上分享了你自己的日常 而且你的日常被叫做 被恩 被 你应该说被你所住的时光 对吧 被你所住的时光 就这个是你在剧组里面的时候分享到的一些意志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我在拍戏的时候 基本上都属于跟外界比较隔绝的一个状态 是 个人的一个工作的习惯 嗯 那我也不太发什么照片啊 然后也不太发微博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工作时候 就我的喜欢我的一些粉丝们 可能就希望知道 我消失了 我在拍戏的时候我在干什么 啊 所以就是工作室就会做一些这样的整理 哦 但是这个我觉得整理的很好玩 因为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话 其实不单只是像发一个自拍 其实把你整一天 你就是有的一些开心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包括你吃的东西啊 包括你经历的事情 都给大家就是呈现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 你知道他真的是一个 会把他自己吃的东西 然后喝的奶茶 然后吃那些糖 都整个放在里面 而且是完全不保留任何 所以就是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哦 你就是完全就喜欢什么 就把什么都发出来 完全不会考虑一些 就什么商业啊 或者之类的东西 对吧 我觉得这样特别特别好 大家就喜欢你 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真实的一种状态 是不是很漂亮 大家都你看 他们一直在刷 太好看了 太漂亮了 笑起来很好看 你看 就这边 是不是 大家都在说你非常非常的美 而是有气质 好了 这里就是 包括看一下蛋糕 然后他吃的水果 都有分享 我觉得这种分享 可以让你跟你的 就是喜欢你的人 会拉近更多的一些距离 对不对 好 那刚刚也说到 你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所以 就是 你平时吃肉 有没有什么讲究 就只要是肉都喜欢吃 还是说 我吃肉要怎么样 烹饪或者怎么样 我喜欢吃红烧的 你喜欢吃红烧肉 对 红烧的牛肉啊 猪肉啊 都可以 鸡肉啊 都行 是 就是红 只要是一切红烧类的 都可以 都有味道的 就是你喜欢吃辣 还是喜欢吃甜一点点 我其实比较偏南方 你比较偏南方 就南方 完蛋 南方 普通话又不标准了 就比较偏南方 比较喜欢吃那种 咸辣 对 上海菜 其实我ok的 我喜欢吃有点甜的 你喜欢吃有点甜的 我是南京人嘛 是 就吃小笼包 汤包 它那个馅儿会有点甜 我都爱吃甜的 还有包括 那个不是生煎 锅贴 锅贴 锅贴啊 就是那种什么 绿豆腐锅贴 就绿豆 牛肉锅贴 牛肉 我还没有吃过牛肉锅贴 你是南京可以吃 真的 我还没有去过 我去过南京 我去过南京 好的好的 下次去南京 一定要吃吃 你看看 推荐那个锅贴 牛肉锅贴 要吃现做出来的 我感觉你真的是 平时应该就是 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在吃 一直在找各种 好吃的东西去吃 所以我得不停地工作 所以得不停地工作 才能保持好自己的体重 好啦 那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大家是一个 无肉不欢的人 但是呢 他也会去 在工作的时候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呈现出来的时候 是会控制自己的 一些体重的 那最近有没有 进修一些什么的 就是处艺 就是自己会在家里 做东西吃吗 我最 在剧组的时候 没有 我最近的一次 就是在进组之前 因为疫情原因 大家都在家里嘛 在家里 当时何老师 他们就做了一个 就是他可能会 自己录视频 教一些做甜点啊 还有做什么乱炖啊 之类的那些 我当时在家里 看到了之后 我就开始学 做什么双皮奶啊 还有那个什么 酸奶 什么蛋糕之类的 所以难吗 我回到北京之后 隔离期间 我跟我闺蜜在家里 我就尝试做那个 叫牛渣糖吗 牛渣糖 应该是牛渣糖 就是加很多花生 然后坚果 那个东西 对 然后我的天 然后 就是我做完之后 我剩铁锅 你知道吗 铁锅 就整个粘到不行 我放了一整块黄油进去 然后我就 我就说 火得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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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行行行 我那看 哎不对啊 为什么颜色变成了 特色 然后我就发了 我就发了张照片 去朋友圈 我爸以为我在熬酱 真的 是熬那种黄油酱 或者熬那种大酱 熬大酱你知道吗 就是我特爱吃那种 甜面酱 放花生 放肉丁什么的 我以为在熬酱 我厨艺 其实还行 因为我爸做菜好吃 所以有遗传爸爸的 做菜的那种技能 所以我 比如说搜个百度 搜一下 那个 做菜的教程 然后我尝尝味道 大概就可以 那还是 就关于吃方面 还是很有天赋的 反正吃不死人 这只是味道好不好吃 就行了是不是 好 那其实有这么多布局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喜欢 你比如说 就天圣场歌 包括流星岁月呀 然后包括之前有那个 28岁未成年啊 都是会有很多 在一部剧里面 会饰演很多很多的角色 然后我听说 你有一部剧 是饰演了十个角色 是不是 你说的是那个 有声剧 有声剧 对 是饰演了十个 不同的角色 所以一个人 饰演不同的角色 超过两种以上 应该是很难 很难很难的吧 你怎么可以做得到 或者你怎么样去 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还没办法做到 其实 真的不是谦虚 因为当时我们录 那个有声剧 是跟那个喜马拉雅合作的 他们是有一个 有一本书叫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当时就是有 除了我 还有那个冯吟征老师 跟郭晓东老师 对吧 我当时因为我录的时候 是我单个人录的 当时有指导老师在指导 我不知道那两位老师 录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听成品 我就觉得 他们两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们能做到 就真的是人物区分 包括性别的区分 都能够做到很好 是 所以你也是在 就是区分角色上面 还在向那些老师们 在学习 对 还是有一些局限 还是没有他们做得 这么游刃有余 是 但是我觉得你有在 给到你的消费 给到你的那些粉丝 他们有惊喜感 因为你想要带给 不一样的角色 跟不一样的工作的状态 给到他们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 是蛮帮助练习台词的 就是你会 当时录音的时候 就是一个特别小的房间 是 我当时录的 因为我录 就是很多是有一些 就所谓的疯子嘛 然后我就把自己 放在那个房间里 把灯给关掉 所以有一盏小灯 然后在那么暗的情况下 对 就希望能够 就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 让自己更 更能够感受到 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脑子里就会 特别有那个画面感 我觉得这个是蛮 对演员蛮锻炼的 所以就是要把自己的角色 带入进去 而且好玩 好玩 就是感觉像体验了一个人的 另外一个人生的感觉 我觉得我所有 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都觉得好玩 真的吗 所以你是个很喜欢新鲜的人 但是 但是云霄飞车和笨吉 为什么 但是我很推荐你去 就是你跳伞过吗 不行 我真的不行 你相信我 我来种草一下给你好不好 我不要 就真的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别人种草 跳伞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有跳过一次伞 然后我也是一个你知道 恐高到爆炸那种 就是我 如果站在那种很高的地方 我往下看 我整个就会抖 然后就感觉想要尿尿 就是那种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恐高 你不是有失重感吗 我跟你说 跳伞没有失重感 跳伞 只有那一刹那是有失重感 就是你跳下去的时候嘛 就是你没有 因为没有那种 就是拖着你 所以你就跳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整个人在空中飘着 然后飘飘 然后你会感觉 然后自己扎进了一团云里面 然后那个云里面就感觉 砰一进去的时候 感觉在开空调 然后就很多露续打在脸上 然后就从那种云里面掉出去 然后就哇 变好热了 然后就一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教练把那个伞打开的时候 一下蹲起来 蹲起来一下 那一下是真的有点点吓人 那一下不了就真的还好了 你会真的爱上跳伞 而且你跳完伞之后 你会觉得哇 就整个人想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No 完蛋了 我中场不成功怎么办 你试试吗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要别人去跳伞 因为我也是个很怕高的人 我不想 我是超怕高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去挑战高 这件事情 你挑战 好那我已经把我的感受说给你听了 就感觉你自己跳伞过了 好 就其实确实是 因为你是狮子座 对不对 所以你很喜欢新鲜的就是比较新鲜的工作 或者新鲜的事情 对 我觉得只有保持对所有东西的一个好奇 你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做下去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我也觉得 你知道我的工作是那种 就是每天就是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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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有段时间进入到瓶颈期 不能说瓶颈期 就是 就是感觉自己 我在干嘛 就是我感觉我每天都是8点15分开播 然后不完了就下播 然后选品 然后各种工作 然后下地亚厅又是一样一模一样的时间 而且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 以前我也没有什么线下活动可以参加的 所以我就感觉 那样是天天在一个 一个环境里面这样工作来工作来工作来工作 然后我就在自己想说 其实我工作 我是每天在输出内容 但是我要自己要输入内容 然后我也要有新鲜的东西在我的肚子里面 我才可以把那些新鲜的东西传递给我的消费者 所以我会开始不断地去跟品牌方开会 然后去认识新的东西 然后去学习 包括我会觉得我把一些时间拿出来 比如参加线下的活动 然后包括我去一个什么 就是化学实验室 包括我去一些工厂 包括我去一些就是研究院 让自己有充电了之后 才会有更多的话去给消费者 我觉得确实 你刚刚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女生 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局限 而且不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在一个框框里面 然后永远为那个框框走 我觉得走出去 跟去尝试新鲜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 对于女生来说 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好的 特别是女生 对吧 因为女生可能会觉得说 我有孩子了 我有家庭了 我可能就不能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 还是需要出去见见试面 然后多接触新鲜的事情 你熟悉的 你感兴趣的 和不感兴趣的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 对的 我觉得这个是刚刚 我觉得我学到了一句话 而且我也会把你刚刚那句话一直要跟我的 就是所有女生他们说 就是真的要让自己变得更充实 变得更 就是爱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些新奇的感觉 或者是好奇的感觉 我觉得好奇是让一个人会过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能太过于好奇 好的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一些比如说爱好啊 包括他的一些剧 那接下来我也知道你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爱好摄影 你很喜欢拍东西 说起来惭愧 为什么 我觉得我已经好久不举相机了 所以你以前举相机的频率是有多高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刚刚刚学 然后刚刚很感兴趣 所以就是每一天感觉好像都要相机不离手 然后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曾过了那个期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的 是 我有找到一张你 就是你非常非常喜欢你自己的摄影作品 是这一张 对的 就这一张是在什么情况下拍出来的一个作品 就是一个小男孩在踢球 在玉树 在玉树 然后这个时候是几年前的作品 最近还是去年吧 去年的作品 去年的 所以你拍张 为什么你会比较喜欢这一张作品 因为我当时在玉树去参加一个公益的项目 当时我们到了马尼石堆 就是是叫马尼石堆吧 是叫马尼石堆吧 是叫马尼石堆 玉树马尼石堆 对 它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尼石堆 当时到了这个地方 就前面有一块像操场一样的地方 小平地 就看到有好几个小朋友 就像他这么大的小朋友 小男生 就在那踢着足球 有的在旁边嬉笑打闹 有的坐在那休息 然后我就随手拍了一张这个小朋友 当然其实这不是我拍的最好的 我觉得 但是是一个最生动的 就会让自己觉得越看越好看 而且我觉得它的表情 它的动作 包括它的一个光影 包括这个球的光影 包括它的那个旁边的树和房子 这些光影都呈现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是一张很灵动的照片 就感觉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也感觉我在那个小操场上 看到他们踢球一样的感觉 主要我很喜欢那些孩子的眼神 就是很干净 很单纯的眼神 其实很多就是现在的城市人 他们会被压力啊 工作啊 各种东西去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就去爬山吧 你确实要爬山吗 我记得没有带假发片 我带了假发片 我得邀请你去爬山 你应该会觉得很可怕 我再唱一下小白传 所以你也有在follow最新的剧 好的 好了 所有女生 接下来呢 就是刚刚为什么我们要说 就是她的摄影 因为妮妮说 她说她觉得就是在拍照的时候 跟就是比如说自拍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拍照 给别人拍照的时候 光影的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那你平时上妆的时候 有什么小技巧吗 因为你每天出席的活动 你的状态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你的衣服 你的头发 然后你的妆容 都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 所以你有什么关于妆容的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打点高光 打点高光 所以你觉得高光是很重要 对啊 因为会让自己的面部更立体 你知道我这么近看她的皮肤 真的 她的皮肤 哎 你现在把这个纸照住 你看这边 她的脸颊 她的这一个全国的地方 有没有在发光 所以高光确实是 一个真的 可能很多女人现在不在意 但是 真的 你把你的妆容 加上了高光 会更加的精致 是不是超漂亮 看这个地方没有 你看这里 是超好看 就是脸颊上面 你刚刚在装可爱 好 所以 你应该是一个很会画高光的人 高手 所以你不会画吗 还是会画 不太会 因为你平时不化妆吗 不太化 知道了解我的粉丝 天天都快丑死了 就是 因为我 没有当美妆博主的潜质 我只会给自己画眉毛 只会给 所以你这是自己画的眉毛 怎么可能 我说自己画的眉毛也太厉害了 我说这不用化妆 那我就真的说 我可以现在立马回家了 总是被他们嘲笑 说我画两条丑目的在脸 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 自己喜欢的状态 就是最好的状态 那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画高光 因为我听说 你你也就 今天在来直播间之前 也真的去向化妆师请教了 高光的那种各种画法 然后教给大家 好不好 来 那我们请下我们的模特 好不好 我们让我们Yuki上来 对啊 对啊 你帮你画高光 你开不开心 好 你坐这里 坐这里 还有糖 我的天 你们这真太好了 我们这真太好了 就可以每天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好 那你来教大家 你认为的高光该怎么打 或者你觉得高光怎么打才好看 呃 所以可能就是呃 这边就我这 因为我就没有鼻梁嘛 哎呀 你别老这样 别老扎不嘴 就是我 所以我可以说 啊 真的没有鼻梁 哈哈哈哈 所以我可以说 我不可以 哦 所以我不可以 有啊 对 就是就是美眼 不会这么深邃 所以我觉得就是 想让美骨这里 要立体一点点 对 鼻子这里稍微立体一点 是 我觉得就可以在 就是美骨这里 美骨的地方 去上一点点的高光 上一点高光 还有鼻梁的这个地方 鼻梁的地方 这个地方 是 对 我都是现学现卖 啊 没没没没没 来我们看一下 嗯 好的 等一下啊 这要擦 对 清扫就行 好 嗯 这打开了吗 是打开了 打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来 能亮一下 刘海 好的 刘海随便亮 哈哈 走 我也不走 嗯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我的天 对不起啊 就是我吓死我狠了 刷子有点大 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刷子 我们来拿一个小刷子 嗯 好 我们拿这个小刷子 也可以 他们说 我们也想当模特 我酸了 去买Bobby Brown吧 哈哈 买Bobby Brown 自己当自己的模特 啊 就扫到脸颊 就是下眼瞼的位置 是眉毛下面的地方 让你眉骨看起来 更加的 突出一点点 我手上是不是有鼓泡胶 遭凤爪的味道 哈哈 你真的太真实了 嗯 然后下面呢 你会把它扫一点地方 鼻梁就是 就是 哦 山根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的山根不是很突出的话 是可以扫一点山根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的话 带一点点的高光 我应该给我自己扫的 哈哈 你已经有一点点了 对 然后扫这边一点点 然后鼻头 鼻头扫一点点高光 嗯 好 那如果像我们亚洲人的脸型的话 我们该怎么样扫高光 就脸上该怎么样扫 像你刚刚那么漂亮的 颧骨 好 那我们来试试 颧骨该怎么样去扫高光 好不好 拿大刷子了 拿大刷子 嗯 你皮肤真好 真的 这样对吧 我现在来告诉大家 嗯 嗯 嗯 太启动了 嗯 嗯 好 这样就行 嗯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嘴巴 嘴巴 就是 呃 女孩子 就比如说 她嘴巴想让上面再 嘟一点点 哦 就是有些亚洲女士的嘴巴 可能不是那么的丰满 我们想要嘴巴丰满点的话 我们可以扫一点点的高光 在嘴唇的 唇峰上面扫一点点就很好看 哦 对 好的 我来了啊 别紧张啊 啊 看 是用点按的方式 去扫带她的唇峰的地方 这样会看起来更漂亮 嗯 有 有 还有下巴 嗯 就是女生喜欢嘟嘟的 嗯 也是这样 打圈圈 是 打圈圈去扫 就行了 perfect 大家确实 看一下就这边 光泽感非常非常的棒 可以看到没有 我们来稍微的移动一下 看到 这边的光泽感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那其实我觉得可以 再打重一点点 哦 我也觉得 是不是 我们可以再打重一点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 就摄像头 可能比较吃本一点点 再打重一点点 就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但是光泽感已经出来了 够吗 够 差不多 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了 来看一下啊 已经出来了 看到了没 这块地方 就这一块地方 已经出来了 就当美妆博主 还挺好玩的吧 嗯 哈哈 你的家里也可以尝试一下 就除了做饭之外 可以拍点视频 给他们 大家美妆博主 因为你知道 好多人在刷你的孔颜色 无数 今天的吗 对 他们说 你还悄悄告诉我吧 然后明天告诉他们 悄悄告诉你 对 因为他说 刚刚大家都说孔颜色 也太好看了吧 好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高光 还有很多种打法 我觉得你相信 你也会用 因为你们每次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都会把它打到身上 对 他如果能出的大点的盒子 就更好了 就直接就是用盒子蹭 对 就不用拿刷子 拿盒子直接蹭 就不用拿刷子了 对吧 就可以拿 对 拿刷子 刷那个 锁骨 就刷锁骨的位置 就是有的穿礼服 穿好看的衣服的时候 可以把高光 刷在我们的锁骨的位置 包括 其实我还可以教你一个小方法 就是如果你以后做造型 有要把头发撩起来的造型的时候 就露出耳朵的时候 扫在耳骨上 超好看 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真的吗 就我来了 就直接 就是你如果是撩头发的造型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 就是高光 扫在你的耳骨的地方 因为我们耳骨是有突出的位置 所以 它的每个突出的位置 就会有 不凛不凛的光泽在上面 就感觉 你这个耳环 跟你的整个耳朵 是很协调的 你的动作 要优雅一点 就这样扫在你的耳朵上面 因为扫在耳朵上面之后 你会发现 就是你整个耳朵的那个光泽感会非常 对 就轻扫在耳朵上面 然后你会发现 你这边就会 你扫我的耳朵吧 你这样可以看到很好的效果 你看着痒吗 这个好痒 我还好 我还好 你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对 你耳朵红了 就跟你直播 当然耳朵要稍微红一点点 能看出来 是不是 就是那个耳骨突出的地方 就会有 不凛不凛的 然后你再带一个很漂亮的耳环的话 就会整个很协调 而且这种撩头发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 哇 他的耳朵都这么精致 就是女生的精致 这样慢慢出来的 对 教了一个小技巧 然后包括你其实带 就是就是 就是饰品的时候 你可以把高光扫在你的手上 包括手臂露出来的地方 都可以扫高光 对高光的用法 有很多很多种 只要你想要亮的地方 就可以扫高光 其实女生我觉得 可以不要有一刻拉的钻石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高光 因为让自己 整个人就变成一个 钻石一样 不凛不凛的 对不对 好 谢谢哦 谢谢妮妮的现场演示 就是让一个美食博主 来当那个 就是美妆博主 有点点为难她 所以下次可以邀请来 我们直播间 来当吃播 可以吗 吃20个产品 那我要求螺丝水 可以吗 没任何问题 你想要什么吃的 我会想都给你找来 好不好 好了 那最后 我觉得 因为 家琪知道 她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8月8号 对不对 8月8号 妮妮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所以 我们其实今天给你 还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我知道 你知道 你不要再拆我的台了 就这个 给你看一下 我们先送一个只蛋糕 好不好 还可以吃 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蛋糕 你自己打开 可以打开 可以当然可以 等一下 插上手 对啊 8月8号 就是妮妮的生日了 所以大家 我们一起跟她 先过一个生日 所以你平时过生日 有什么习惯吗 就是跟粉丝一起过 还是跟家人过 还是跟朋友过 还是不过 三十好 三十好几了 就不过了 真的吗 没关系 那我们来我们直播间过 大家也不知道 你现在多少岁 好 看一下 这个蛋糕 你喜不喜欢 对 一个蝴蝶结的 然后上面有 Bubber Brown的高光 然后因为你很喜欢猫猫 对吧 因为你很喜欢猫猫 所以我们这边 会有一个很可爱的猫猫 在这边 是 这 是的 这个蛋糕 还可以吧 买一个吧 喜欢 然后今天 因为我叫你是狮子座 然后你喜欢毛绒玩具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 为什么要翻白眼 这个你会喜欢吗 就是我们的眼光选的 可能不太是那种 很女生的 因为你经常去机场的时候 你会带那个 就是毛绒玩具 在身边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狮子座的毛绒玩具给你 谢谢 不谢 不谢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就下次你知道 邀请你去我们公司 然后去我们那个仓库 零食仓库 去随便选吃的 好不好 上海还是在 在上海 我们就在上海 对 好 那我们一起唱首歌呗 生日快乐 好不好 我们祝妮妮生日快乐 这一 part 不知道 然后所有女生 帮我们刷起来 妮妮生日快乐 好不好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所有女生的威力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我们准备 三 二 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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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许个愿 许个愿 好 许个愿 许个愿 好荣幸可以跟他们过生日 跟嘉宾过生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这个愿望有一点点长 哇 这个愿望太长了 他写了个作文默默的 好 所以愿望已经许出来了 然后大家再给你刷生日快乐 你们的生日快乐呢 你们的生日快乐呢 怎么还没有去 来来来来 他们应该有点小延时 好吧 大家帮我们刷下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的支持 祝美梦成真 你为什么刷出了下半句呢 所以你就是你可以一次性看多少条留言 你觉得 我看不了 我看不了 来了 所有女生的留言来了 大家都在帮你刷生日快乐 好了 那我觉得 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然后 你给所有女生 留一句话吧 因为我们每个嘉宾来都会给所有女生 留一句话 就是无论你想对他们 说的任何话都可以 因为我刚刚觉得 你说出来的很多话 都非常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爱自己吧 爱自己 就女生要爱自己 对 爱自己 其实我觉得爱自己可以囊括很多 很多东西了 我觉得首先你把 爱自己这个事情能做到了 其实很多很多问题都能够一人而解 就是爱自己 把自己爱好了 再去爱别人 对不对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她 因为等一下她还有别的工作 所以我们只能跟所有的就是就是哈尼们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大家一起来做临时直播好不好 她太喜欢吃东西了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辛苦你了 谢谢 所以今天的直播手续还开心吗 好玩吗 觉得直播还挺好玩 对不对 挺好玩的 嗯 好的 好玩就好 下次再来 好吧 我们下次再邀请你来 谢谢 辛苦了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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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就来加起直播 就太荣幸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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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帮我们拿一下 好 这个我吃了 然后那边有什么零食想要拿 他就先拿 直接拿没关系 对 留一份给我做直播就好 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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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收东西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优雅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所以希望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您的新的作品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啦 所有女生 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来推荐我们今天晚 哈